已故国学大师南怀锦 在中外学界享有很高声望 近日南怀锦嫡孙男品人 在温州南怀锦书院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 回忆祖父传奇人生 披露了一些显为人知的故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这一年南怀锦19岁 文武兼修了他怀抱救国之心 前去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这所军校的前身 就是声名远播的黄埔军校 起初南怀锦并未被录取 最终如何达成所愿 男品人道出了其中原委 当时爷爷去中央陆军官学校 去报考的时候 因为爷爷个子比较矮 所以按照当时的标准 他的身高可能差了一两厘米 这个时候其实爷爷叫有心报国 却没办法实现 他说我不能当士兵 但是我要做军官 我要将来要未来要教你们 爷爷最后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政治帮 先去政治帮学习 然后当了政治帮 政治教官 一个叫思想 另外一个还是以教武术为重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这段历史 对爷爷是非常重要 军校的这种精神 精神怎么不服输 这种精神 还有坚持 这种毅力 1942年冬 南淮景辞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工作 前往灵岩寺修缠 随后四处访学游历 前进研究如是道 爷爷当时在《大藏经》阅读完毕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诗教 1949年南淮景前往台湾 曾任多所大学教授 后旅居美国 再移居香港 晚年回归大陆 南淮景与大陆亲人长期分离 一风风跨越海峡的家书 构成了南品人对爷爷的记忆 信中不乏南淮景对众子孙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嘱托 亦有如何为人处事的尊尊教诲 刚刚小学四五年级 很多家书我是念给我的祖母跟太婆听 我认为他给我的这一通家书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财富 其实都教你做事情一个要坚持 另外一个不能给社会拖累 还有一个有能力的话给社会做贡献 所以这个其实不仅是对我的教育 我认为是对所有年轻一代的教育 所以这通家书我找到以后 我就把它捐给世界文族人博物馆 除了对子孙后代的关爱之情 南淮景在家书中谈的最多的是两岸话题 南品人说祖父心系两岸 祖国统一是他毕生夙愿 欲居各地时积极为两岸奔走 牵线搭桥不辞辛劳 其实就是民间的交往先行 主要是通过自己文化的影响 去做一些交流 他曾经讲过两岸必定统一 我觉得他始终是用传统文化 历史的经验去判断我们的趋势 我觉得这个一定没错 忧患千千节 山河寸寸心 谋身与谋国 谁结子时情 南淮景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被广为流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南淮景将老宅改造后 无偿捐赠给家乡 提议并促成了当代中国第一条 中外合资的地方铁路 金温铁路的修建 南品人说 在祖父的心中 不仅要修一条强国之路 更要修一条文化之道 爷爷在八十九十年代初期 曾经是把老家改成 这个老幼文康中心 就是交给社会 他特别写了一个证言 为什么捐出来 他就是说养自己父母之心 以养天下父母 这个金温铁路建成 他就是当时写了一首诗 铁路已铺成 心忧亦未平 人间虚大道 何止献车行 他说这个路是一个物理的 人是车走的路 但是人心这条大道 那就是文化的大道 我们要把它传承弘扬下去 这是他心心念念 一辈子要去做的事情